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频道 九十多岁的老中医 经常用黑米这样做,这样食用 比吃昂贵的不要还要好 经常吃一吃,脸色红润,精神好,身体棒 吃得香,睡得好 今天就把这个养生保育的方法详细地分享给大家 我们来准备黑米 大约准备200克的黑米 黑米口感蒸起来香甜软糯 又香又美味 主要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大 比大米,比黄豆营养更丰富 黑米中的钙含量比较充足 还有卫生素,蛋白质等等 吃黑米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 补充能量,特别的好 并且吃黑米容易消化吸收 再准备100克的花生 我们来看一下,花生有没有发扁的,腐坏的 这样的花生会影响口感不好吃的 花生,有白皮花生,也有红皮花生 这两种花生,营养都比较丰富 花生被誉为长寿果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大 平日,我们每天可以吃几颗花生 能够为身体补充能量 又能够补充钙质 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的 包住的时候放上几颗花生 既增香又增营养 我家奶奶已经100多岁了 每天坚持吃几颗花生 吃饭吃花生 平日饿的时候也吃花生 能够身体补充能量 如今它的身体依然阴朗 吃饭香,睡得好,身体棒 再准备红豆,大约200克 红豆和吃小豆 它们是有区分的 红豆体积是圆的 颜色特别的鲜艳 而吃小豆体积偏长 颜色发暗 吃小豆、红豆功效不同 营养价值也是不同的 一般情况,吃小豆是入药的 而红豆包粥作为一种无够杂粮 非常好的食物 小米朋友们不陌生吧 很多人爱喝小米粥 我家也是一样的 就连挑食的孩子 也非常的爱喝小米粥 小米粥米油比较多 这层米油呢 它的营养很丰富 喝小米粥 喝小米粥能够补充营养的 小米的口感甜甜糯糯 我们包粥 或者蒸米饭的时候 都可以选择放一把小米 又能够增加营养 还可以增加口感 小米 我们去买的时候 看一下 一定要挑选 没有任何的异味 颜色黄黄的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香 非常的好 糯米香甜软糯 可口好吃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一开始包粽子吃 粽子不光是端午节的时候 很多人爱吃 平时每天 等到早餐吃 我们可以包一点放到冰箱 冻起来 早上直接热一热吃就可以 用我们的糯米包好的粽子 黏黏糯糯 香甜好吃 营养又丰富 糯米的口感 要比大米更香 并且它的营养价值 比大米更高大 糯米的钙含量更充足 还有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等 糯米平日吃一把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 把五穀杂粮清洗干净 动作慢一点 不要把米抓碎 而且淘的米次数不能多 两遍即可 淘的多的话 营养也会流逝 加入清水 我们浸泡一会儿 这样比较好煮软糯 我们把泡的水 还有食材倒入锅中 我们直接蒸 大约20分钟 葡萄干的菇和灰尘很多 多抓拌抓拌 清洗干净 葡萄干吃起来口感酸酸的 甜甜的 很香甜 特别的好吃 准备一把红枣 抓洗抓洗 红枣甜甜的 很好吃 女性朋友们可以每天吃几颗红枣 对我们很友好的 直接吃 泡水 都不错 红枣沟河的灰尘很多 可以多抓拌一会儿 换两遍清水 洗干净 我们用厨房剪刀 把枣糊剪掉不要 枣糊很燥热 一定不要食用 这糯米饭也蒸好了 粘糯粘糯的 我们微微的搅动一下 这样能够散热 凉的比较快 把葡萄干倒入锅里面 再加入红枣碎 抓一抓 食材混合到一起 我们取一坨团一团 团成一个小球球的形状 不需要太大 稍微小一点 准备一个饺子皮 我们再稍微的擀一下 擀得薄一点大一点 放上我们团好的馅料 像水饺皮一样 包紧实 只要不露馅即可 收苦術捏紧实 这样不露馅 盐生胚做好 摆到锅中 我们水开即时 蒸10分钟就可以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 已经蒸好 香甜软糯 口感非常的丰富 特别的好吃 香甜软糯的黑米包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里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吧 食材很丰富 加入了葡萄干 还有五骨杂粮 特别的好吃 黑米这样做 这样吃 这些人的好处很多 可以还好地补充身体 所缺的营养 并且容易消化吸收 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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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营养 咬上一口 软软糯糯 香甜可口 怎么吃都吃不腻 太香了 爱吃的话可以试这个做法 真的是不让你失望的 香甜软糯 好吃营养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 收藏起来有空续做一下吧 营养丰富 做法简单 特别的好吃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